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安徽宣城宁国市的梅林镇 有这样一座小山村 远离城市的喧嚣 熙熙落落的村舍依山而建 村民们靠在山上打猎 种植尾声 山村里的村民们在这里过着平静安稳的生活 2014年9月12号 山村里却发生了一件引起全村人恐慌的意外事件 事情发生在陈老汉家 陈老汉今年60岁 在这个山村里生活了一辈子 他家里有一口已经用了20年的井 今年却总觉得井里的水不再像以前那样清澈 那天陈老汉的小儿子陈继君休假 主动要求给父亲清理一下水井 没想到意外却发生了 陈老汉看着井全塌了 儿子被埋在里面 肠子都毁清了 因为儿子刚下井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井壁的石头松动了 尽管听到儿子说井壁的石头已经松动 可陈老汉没有让儿子立即上来 陈老汉万万没有想到 已经用了20年的井 就这么10秒的时间里 会突然这么塌了 把儿子整个埋在了里面 陈老汉被吓蒙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是下意识地对着井下 高喊着儿子的名字 儿子休假给老人家清理老井 本来父子俩都挺高兴的 没想到出事了 这个井壁是石头砌起来的 一下子就把这儿子整个包在里边了 儿子不知生死 老人家急得团团转 这村里边一户和一户离得挺远的 白天基本上都看不见什么人 想找人来救都难 这可怎么办呢 隔着石头和泥巴 陈老汉听到儿子还活着 儿子让他赶快报警 接到报警 消防官兵们立即赶往现场 到达村口 因为道路狭窄 消防车无法进入 消防员们徒步进入了现场 我到了现场之后 我们就看了一下那个井 石头它里面已经全部都塌了 冰箱都塌了 它这个不能踩人 一天石头还在往下倒 不能踩人 你拿来上去什么的 它石头然后把那个人撵埋了 幸亏当时有个梯子 梯子在那里挡住了一些石头下去 留了一定的空间 留出来之后 人刚好还有一点呼吸的通道 还可以进行呼吸 在现场消防员发现 由于梯子阻挡住了一些大石块 给被埋在下面的陈继军 留下了一些空间可以呼吸 幸运的是 他还活着 只是身体却被死死卡住 无法动弹 从石头的缝隙间 还能看见陈继军 向外张望的双眼 发现有一个洞口 能够看到那个人的头部 那个洞口大概 大概两个拳头那么大 这样的情况不知道 他还能支撑多长时间 情况紧急 消防官兵立即展开救援 我们首先采取的措施是 利用救援三脚架 那个派人下去 进行用手进行挖掘 把我吊在我身上的那个吊带上面 把我慢慢地放下去 然后再利用那个三脚架旁边 有个固定的那个铁丝锁 把我固定在半空中 就这样下去 第一个下井的消防员 叫徐江顺 可是到了井下 却发现 井下的情况 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也困难得多 我在井底下的时候 我发现那个井里面面积 操作面积太小了 然后而且还不能 不能用脚踩上那个上面 石头上面 比方它那个 因为它那个石头 全部都是松动的 这就是人是 悬在办公中开始作业的 悬空作业 那个体对人的体能要求特别高 然后就利用那个铁桶 慢慢地把那些碎尸子 先一桶一桶地运上来 最要命的是 井壁还有一些残余的石块 也都松动了 随时有掉落的可能 消防员很小心翼翼地 往上运碎石 碎石清理完之后 更大的难题出现了 一桶来之后 差不多能够清晰地 看到那些 那些大石块 然后就开始慢慢地 以上没有大石块 当时弄那些大石块的时候呢 就是一弄 然后整个底下的那边 周围的大石块 都有些松动 就一定要注意 那个注意不要拿那种 支柱型的那种石头 一定不能移动 这上面款下去 也没有那么大 大石头没有 而且吉时的印象 是四种拔起来的 下面里面 你下面这边都是 紧麦 紧麦不是就四种 刚开始斑的时候 就是有点紧张 也怕 也怕 真的会砸到 他的头部 或者怎么样 为了保证 陈继君不受到伤害 消防员 为陈继君 戴上了头盔 怕他 那个石头 砸下去 砸下去之后 把他的头部砸伤了 第二是怕 等下石头 再下去 再次把他掩埋 那个 经历的氧气 也不是很充足 也怕他到时候缺氧 半小时过去了 陈继君的头部 才被清理出来 经常的是比较缓慢 也比较紧张 外石头最近有篮球那么大 然后还是放在那个铁桶里面 慢慢在扶着那个铁桶里面的那个大事cych 因为放不进去铁桶里面 然后就扶着他们 然后上面人拉上去 就这样 徐江顺工作了一个半小时 当他再次出现在井口时 井口的人们发现他有些异常 出来的时候是衣服 就是整个滴水 不是井里有水 而且是出汗的 热点 就是很激烈 他在那里面搞 就是人不和他把吊到的 他教也没得地方 站也没得是什么 所以说这个工作就很辛苦 所以说的话 他不是站到那个厂高 那要好一点 他只有拴空的 面无表情发现脸色比较苍白 后来旁边正好110也在清堂 然后我们队长就问110 带我到110车上 然后看一下 现场的指挥员让战事半小时一轮换 继续徐江顺的工作 消防队来了 是来救命的 为了不造成二次坍塌 他们不惜把身体悬着 徒手把这个大大小小的石头 一块一块的搬出来 脚不能着地 几个小时下来 体力就透支了 加上天气热 心里急 第一个下井的消防员中暑了 他不得不上了救护车紧急护理 这时候陈老汉更着急了 儿子虽然是活着 可这么长时间没救出来 他能不能撑到被救出来的时候 徒手搬石头这方案是安全 可是有没有别的方案呢 在场的人都着急 然后我们队长就叫我换那个 刚才那个第一个 换他换他上来 然后我就下去了 看到现场里面 我就问了一下 咱们通过现场观察 和那个被困群众 跟他沟通了一下 他情况非常紧急 有可能还会再次发生塌方 陈继军在井下 已经被困了两个多小时 可是救援的进展很缓慢 加上井地 随时有再次塌方的可能 陈继军的亲人们 不由得着急万分 我说马云 捐到好像一两个小时 捐不到好点等一切 我说这个速度太慢了 他什么时候换得不些糊 他在里面呢 就在里面喊 我们快点了 他快点了 他的家属呢 就在上面哭 当时的话 看到人呢 心里非常难过 插不进手 没办法插手 他一开始 发了电话 说我们 说我们怎么这么慢 陈继军和亲人们着急 其实 消防员们更着急 他们想尽快地把陈继军救出来 还一定要安全地救出 可是 现在没有别的好办法 他们只能一边继续加紧作业 一边给陈继军和他的家人 解释选择这个方案的原因 就当时他发生二十三号 造成二十三号 只能那样一点点慢慢来 只能一边安抚他的情绪 后来他知道我们就一直这样 他一直都很配合我们 消防战士在紧张的作业 可是井下的石块太多了 用安全的方法救出陈继军 现在看来很难实现 我感觉他一个人说话 跟我们聊 我问他事情 比较清晰的 后来说话都不怎么应了 我那回心里就好着急了 心里挺害怕的 从埋压到现在 四五个小时过去了 陈继军在井里没有了声音 消防员们担心 如果时间拖得太久 陈继军会支持不住 现场的指挥员开始苦思冥想 用什么方法 才能更快速而安全地 把被埋压在井下的陈继军救出来呢 经过思考和试验 消防官兵有了一个突破性的发现 就是那个井旁边的那个土字 我们当时试了一下 就是那个土比较结实 就是不是比较松动的沙土 井旁的土比较结实 就意味着在大的震动下 不会造成塌方 使用挖掘机那么大的震动下 它不容易发生那个塌陷 使用挖掘机 把井口挖开是不是可行呢 虽然这样做有点冒险 但是如果成功 也是最快的办法 而且这个方案 现在有很大的成功可能 消防队的现场指挥员 紧急和当地政府 及陈继军的家人商议 根据战士的体能 还有下面的人员 那么久时间的那个情绪的躁动 还有各方面原因 中央在考虑了之后 我们就和那个家属 就是埋压人员的家属进行商量 看能不能使用挖掘机 不行的话 就是还要征求我的意见 它说是挖起来挖要快点 挖掘机离井越来越近 这时回观的群众 眼睛也都死死地盯着挖掘机 有好久了 一般的那个时候 人都很好 都很自个费用的 不管它危险不危险 都往里面站 在那里面 哪怕就扮一块石头 要扫一块石头 所以家人都是这样 那就不管自己 就是什么其他 人都往那上面 很黑人的 往那往下吊来不及 实际上人都不管了 一秒 两秒 十分钟后 终于人们看到了陈继军 大家很高兴 很高兴 高兴什么 这是一个奇迹 吊到井里面 这么长时间 而且这么大的石头 没有 还把人 还能救出来了 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能够救出来一个 是一个 总比 毕竟是一条生命 历时七小时的救援 陈继军 终于重见天日了 他心里 这是最真诚的想法 就是感谢生命 感谢那些 让他活着的人 陈继军 他觉得他捡回一条命了 那一刻 他心里充满了感激 感激上天 给了他幸运 感激救了他命的消防员 在采访当中 我们也得知 其实那一刻 消防员们 心里边也充满感动 他们为陈继军 对生命的留恋感动 为在场人的 那份热情感动 虽然对他们来说 每次出险 每次救援 都有可能是 跟死神擦肩而过 甚至每一次 都可能跟家人永别 同时还会受到 各种指责非议 能支持他们 坚定前行的 是他们比别人更懂得 生命的意义 我是卢一鸣 明天见 过去的他 曾是维系家庭 稳定的甜蜜来源 现在的他 却是压在父母肩上的 沉重负担 身患奇症 四度手术 家里为了他债台高筑 数次病危 奇迹苏醒 父母到底是选择坚持 还是放弃 敬请收看 道德观察 甜蜜的负担 优优独天 优优独天